健康四小寶是綠茶素、洋蔥素、盧茴素、松米森素 這四樣東西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癌細胞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分一定是對癌症會發生作用的 一定是殺癌細胞,這是醫學報告 別人說了的話就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叫做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素米森素可以逼癌細胞凋亡 盧茴裡有一種東西叫做醫務電 第二種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綠茶素可以處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逼它自殺 用酥米森素逼它衰老 用蘆薈素令它擴散不了 日本的電外濃工 未使其異非常睡眠 本 dém翻臨 合理 các資格 大家好,又是我們,很久沒見萊姨 突然出現了 好久沒來的黑白講 歡迎大家收看,我是傑拉德 剛才說過帥哥萊姨,終於又來了 世界盃正在臨近 其實講講世界盃 當然我們當然不是講世界盃話題 是講講講台灣看世界盃 或者世界盃相關的東西 台灣平時足球比較其他運動又不是那麼Hit 但是世界盃很Hit 台灣大家都會講每一次都是四年球迷 每次都講這件事 因為四年球迷就是世界盃那一刻大家就變球迷 大家一起熬夜看球 過了就沒有了,又好像回復平靜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 這個足球運動消失了台灣土地神 但是世界盃那一陣子 如果移民來台灣很快可以感受到世界盃 看台灣的熱烈氣氛 沒有移民到來,剛好那一陣子來的話 其實都可以感受到的 因為鋪天蓋地 那些店舖周圍都有了 世界盃的廣告宣傳 很多餐廳會 報紙都會有頭版的 世界盃都 這是一個雙機 對於台灣來說就是一個雙機 多於享受這個足球比賽 當然很多人都很享受 因為可以玩運彩 又可以賭球 賭球一會兒再說 大家比較關心一點 例如看球 海陀或者剛剛宜民陀 這屆世界盃哪有得看 家裡也看到的,電視也有播放的 但是如果沒有安裝MOD就麻煩一點 大家這麼說 如果有香港朋友過來 有安裝中華電商MOD 愛爾達電視就會有64場播 你幫我宣傳萬 這個是事實 不光宣傳也不行 但是由16強開始 華視都會加入轉播行列 16強才氣獄 我很幸運地 我也是有份去華視角波 但是我經常強調 因為人脈很重要 華視我是不認識的 我自己也不認識 但我朋友認識 所以能扭到我 我都可以打得去 我都盡能力到時候找到羅伊去 這些前輩當然是先出手 盡能力吧 如果是其他年代 TVS和我熟悉的電視台 就不用擔心 但沒辦法 華視不熟 所以我經常有強調 說做生 在台灣做生 做什麼的人脈很重要 我們這個穩集 再講人脈 今集不是講世界盃 兩個電視台都有播 當然有人說 我自己上去找連結 我們其實也強調這些 這些是不合法的行為 大家找合法攻擊 完成這個看波動作 沒有看到一半被敲門 哇!衝進來 沒那麼嚴重 不過看一看有人斷了 沒問題 影響了 快要入波那一刻 有沒有進去呢 你又不知道 停了波一看 台灣電視又不是貴 為何不付少錢呢 合理的 用者自負這些 大家合理應該都知道 香港人都很明白這個 對 所以用回合法途徑 中華電相機 裝了之後 就可以看64場 如果不想裝 家裡已經有裝有線 有線了百多個台 華視都可以看 不過是16強開始 但是其實世界盃棄勇的16強之後 開始重點 小組賽這麼多場 你都看不完 留回華視看我們 結大超級怕銷 結大都說得對 所以這裏一定看到球 就是16強 世界盃不用擔心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媒體也有很多 世界盃特刊 包括我們有份做的那本 足球王仔的十倍特刊 也是5月中下旬出版的 可能節目播放的時候已經出了 到時可以支持一下 觀眾可以在這個影集出來之後 下面留言 是不是要的 我跟結大講 送簽名 送簽名 羅伊簽名是值錢的 我簽名不值錢的 有集資 另外的報紙 還有一些網頁 有很多資訊 到時可以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有節目 我未來在Eleven 都會有一個足球節目 都會講回世界盃分析 大家都會看 同星期四晚播 5月中 1月17日之後開始就會播 大家就要留意 Eleven Sport 有線電視就看到了 有線電視就看到了 75台 要不就MOD 再不是 Eleven Sport網頁 給錢都看到的 可以在電腦看到的 總之都是給錢才說 說回在哪裏看球 其實今年世界盃的時間很漂亮 第一場好像早到6點 8點 我記得 8點 我看過空告時間 8點、10點、11點 大概這些時間 為何提到這個事情 因為這些時間 就是餐廳的黃金時間 所以今年特別早了 很多台灣的餐廳 因為追看球而是安排早場 看球 8點已經開始 現在正在訂 很多人都說 即是說 可能你預計 你會來看哪幾場 你先給錢 可能打個優惠給你 可能來吃飯 送杯飲品 給你看球 其實很多 台灣現在在台北很多 不知道台中也很多 台中有些 曾經我自己的球場就有 但現在撿了 沒得說 有少量的都有 但在台中我不熟 我在台北熟 台北熟 他熟 來台北找我們 要來介紹 最有名的是童侯子 看球 全都爆了 童侯子 爆了才有很多美女 童侯子 有美女就不知道 但已經聽聞了 8點很多廠商 可能合作 全都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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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包場活動 全都爆了 所以我聽聞 連戲院都有 全都爆上看球 真的嗎 我聽說之前華納可以 螢幕可以播 所以看球的資訊 非常多 上屆麥當勞也有少量 可以看球 其實你有投影機 他們肯借場就一定可以 因為今年的時間 真的很棒 8點鐘 比上屆巴西好多 凌晨4點5點 隔起來看球 然後第二場7點 上班 哇 巴西 上屆世界杯 播到不想做 很辛苦 真的 沒有辦法 南美時間 但是今年 非常好 俄羅斯時間 很配合亞洲地區 台北 真的有很多地方 可以踢球 台北童牛子 不要說 太熱了 除了之外 有沒有什麼推介 通常這些巴 比較多人 氣氛比較好 除了 Bras Monkey 童牛子之外 還有OnTap 都是東區 好穩 另外還有一些小小的 體育餐 就是什麼 餐酒館 運動餐廳 運動餐廳 很多 林羅門 你只要是上Facebook 也好 去Google打 台北運動餐廳 看世界杯 應該都找到很多家 很好搜尋 他們很多都在做優惠 希望大家早點去報名 讓他們可以安排好些 可以安排好些 你早點報名也便宜些 有很多機會 看球就不用擔心 賭球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其實賭球 很多賣運彩的地方 就直接看得到球 有很多很大的 有冷氣吹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有合法賭球 很多人都問我 我現在順便說過台灣有合法賭球 跟香港馬會一樣 台灣現在是中信 中國信託人工去做 經營這個事業 很多地方都有投注站 網路投注都可以 他們玩運動 比香港馬會豐富一點 香港只有兩種玩 一是馬一是球 一是足球 這裏就是籃球 足球之外 乳母球 賽車 都可以做到 所以叫運動彩卷 當然我們香港人集中 一定說足球 比較熟 這裏沒有賽馬玩 好像說接下來開賽馬 這麼厲害 不知道什麼時候 聽說接下來 我們都認識朋友在運彩工作 不是點那麼多人馬 對的 神秘人 找那個做運彩 戴個頭盔好像 什麼TV 戴個頭盔 好像老溫 神秘人 坐在那邊 不用了 老溫出來 戴頭盔就可以了 現在流行的 看不到台灣的安全帽 又漂亮 又精彩 戴安全帽 非常好 有賭球的 玩法都很多種 都不輸蝕得過馬匯 世界杯應該 不過因為碎制問題 所以平時大部份比賽 都沒有單場買 例如你看好萬聯贏 想買萬聯贏 是比較難的 差點 也要穿過關 但居民說世界杯 可能會長長單場 你會不會講得太複雜 有些人聽不明白我的術語 過關單場 香港人這麼熟悉很多 我不相信不懂 大家應該都明白 我們講得很白 可以去過大頭主站 買的 頭主站沒有香港那麼嚴格 18歲又不能進入 其實大水也能進入 當然大家不要違法 適合年齡 適當年才去做 而且這邊很適合 看球 可以在頭主的當下 有電視看球 可能有些頭主站會搞了看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能你只是買一張運彩 可以看第一萬球的感覺 你買球的時候 留意一下你所在的頭主站 有沒有看球 Dictory很方便 你跟香港馬會比馬會 都是一個地區一個頭主站 但是台灣真的 跟車粉差不多 因為他分開了一個牌照 你只要附入他的條件 其實是私營 是私營 是私營跟他合作 當然拿一個牌照 有很多規限 有什麼生長人士 但是可以租牌 今天不是講這些問題 主要講世界杯 我記得早幾輪 都有人問過我 在群組上有人問 做頭主站 你太有生意頭腦 講黑白講 我什麼題目 一定會拿到這些生意 但我不懂 不要再問我這些 好不好做的問題 沒有生意是好做的 我答案就是這樣 我也想知道什麼生意好做 你有心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很難回答 這是真的 所以世界杯就大概這樣 除了世界杯之外 題外話 平時羅伊也有份做 現在很多足球節目做 對 開始有多 因為剛剛 這輪世界杯有個熱潮 其實台灣足球風氣 這幾年都盛行了很多 很多小朋友看球 又有半職業聯賽 男生女生都有 變成風氣越來越盛行 一定會催生一些足球雜誌 或者足球節目 要不然 怎樣可以鼓行觀眾 支持足球 這幾年都多了一下 以前建大有主持 不過和運載有關 都是和足球有關 這幾年多了 純足球 不是說我跟足球 講一分鐘足球 其他球棒球 籃球 純足球 講一些老闆事 台灣本土的小朋友 怎樣踢球 有些球場發生什麼事 或者哪些大的機構 來贊助 搞大型活動 或者捉協名 動向之類 都是在這個節目中 可以說 除了Eleven Sport 我們經常都說 因為英超 都在Eleven Sport播放 我們都有份去廣播 除了之外 是否最近還有一個 什麼平台 都有播放 足球節目 好像你有份去做 一個是兩個 好像有兩個 你說一七 還是其中一個 一七 一七都有 不過一七主要是因為 近期有世界杯爾潮 或者是某些大比賽 因為你知道台灣 這期名次衝到這麼行 歷史新高 比香港還高 最搞笑的是 上節目就被人問 你香港來的 那你現在 台灣比香港還厲害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說好啊 來到台灣 我可以協助他們 提升到這麼厲害 我都有些功勞 我自己爬手了 哈哈哈哈 我不是說 哎呀香港輸了 好臭 我想自殺 這樣就麻煩 當然說回來 我來到台灣 當然是在台灣生活 我們公開這邊的足球 其實我們大家都有這個 幫忙到的廣針 但是廣播 廣播才可以有機會 接得到一些外國的足球 要不然 你聽西白牙文 鬼聽得懂嗎 對吧 或者聽英文 有時都不是我聽得 那麼容易 除了一七 是不是還有一個 什麼節目 又會講 剛才提及過 17號開始做的節目 是的 都是11 Sports 做 一七都有時候 會有些足球節目 其實現在很多網絡 都會有些 可能一兩次零零星星的 有些足球節目 都會有很多 可以收集了這些資訊 或者很多家長 來到台灣 都想給小朋友踢球 是不是 其實你看這些節目 就會收到一些資訊 就是我們會告訴你 即是哪些地方 會有些地區球隊 搞活動 或者是他們搞什麼比賽 那你就可以帶回小朋友去 他們在台中 想找地方 穩結帶也可以 穩結帶也有資訊 沒有的話 你上FB 或者看我們的節目 就知道 有些什麼球隊 會有小朋友的清分活動 那你就帶小朋友踢球 其實也有很多 其實也有很多 需要啊 小朋友踢球很開心 他放電 家長就不用那麼辛苦 可以在旁邊喝茶 輕鬆一下 不過很多人誤解 台灣足球不HIT 其實呢 台灣足球也很HIT 怎麼會不會不HIT 那時候 是媒體不HIT 小講 你覺得好像沒有人玩 其實足球有很多人玩 這球場 差粉球 那些球場 媒體是商業機構 他也要營商 大家喜歡聽棒球 喜歡聽緋聞 當然會講那些 那怎麼會講足球 你哪會踢到球呢 特別是小朋友 其實很多人玩足球 那些小朋友都相當多 他們有統計 其實在台灣目前 在十歲以下 是有超過十萬的小朋友 參加足球這個方案活動 所以其實十萬 雖然說你對比二千多萬人口 十萬是很少 但其實一個運動來講 只是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相當多 我可能不輸香港 所以他們有這個需求 所以家長不用擔心 你怕台灣上飛翔 踢球找不到門 我一定會找到 只要是找不到 是近你們家的 台北找羅伊 可以大家留言 在我們群組留言 當然是我們群組 只要鋪出來問 我想應該不僅是 我便宜一堆留言 因為我都曾經介紹過很多 給家長知道 在哪裡找到 他們的小朋友 踢球的地方 或者球隊 都很多 我台中也介紹過幾位 香港家長 期待大家多些支持 結打 開球場 我來台灣前 我都去過結打 一次 撿之前 去一次 去兩次 撿一次 再來探訪一次 即是你來了之後就撿了 最壞 大壞 我一邊都是黑仔 我播生給楊哥 大家支持那邊都輸 真是糟糕 藉著這個世界盃話題 隨便說台灣足夠的 說不到那麼多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一集再講其他話題 沒有問題 再找羅衣來聊聊 好嗎 今天就這樣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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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朗 新疆生病》 《夜療病》 《夜療病》 之前你有什麼問題 要吃四小寶去調節身體 肝硬的三期 然后找四小宝 为什么你买四小宝 健康四小宝 吃这个呢 成分高 因为成分高 16粒健康四小宝 等于人家200粒的成分 差不多 你现在吃了之后 你最近好像刚刚早前 才赤了个癌症指数 现在是怎么样呢 近况是 肝酵素 肾上腺素 那些指数 全部都正常回来 那粒扩散了癌 现在有 现在只剩下一个黑影 即是没有了癌 应该就是没有了 健康四小宝 其实只有英式黄室疗法 那你还要怎么样去辅助 你好像说粥粉面饭 你都不吃了 最重要是咳糖 那个是一个南亚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条头发 找不到的 年轻 今年就30岁 用了洗头水 加一些精华素 那就见到 用了过半月 就见到我们现在 那个广告 原形头壳 出头发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那可能迟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后 会浓密很多 我那条头发的情形